千万不要戴着戒指晒太阳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女人的手就肿得像熊掌一样 戒指的位置更是开始发黑 吓得她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消防员询问她是否有什么东西过敏 女人表示并没有 这时上过学的队员却发现了异常 原来女人得了光照性皮炎 是由于柑橘汁和酒在特定温度下发生的化学反应 眼看着女人细嫩的小手已经失去了知觉 消防员决定立马把戒指切开 但是一旁的姐姐却不乐意 表示戒指是她的 她不同意消防员切开她的戒指 消防员告诉她如果不及时切开 她妹妹的组织就会坏死 她整根手指可能会脱落 姐姐表示那就把整根手指先切下来 原来她们的母亲刚刚去世 姐妹俩立马平分了家产 就连卫生纸都一人分了一半 但是在母亲临终前就把这个钻戒送给了姐姐 妹妹心里那个羡慕极度恨 于是趁着姐姐不注意 妹妹就偷偷地把戒指戴在了手上 这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就在消防员准备切开戒指的时候 姐姐再次阻止了他们 原来她已经把戒指卖给了别人 并且连定金都已经收过了 妹妹知道后直呼9626 就在姐妹俩争吵的时候 消防员二话不说就切开了戒指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自己解决了 紧接着又一件悲催的事情发生了 女儿只是上学迟到多睡了一会儿 就被老母亲连抽了二十多分钟 结果女儿依然没有反应 女人旁观一扫 这才发现桌子上被打开的药品 于是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好在抢救及时 女儿这才成功保住一条小命 夫妻俩开始自责对女儿的关心不够 然而从女儿的口中得知 并不是爸爸妈妈不够好 而是学校里的校爸经常找她的麻烦 没事的时候就找人教育教育她 生气的女人生气极了 身为一个警察 她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女警来到学校找到了校爸 一路跟着来到她的家里 看着他们家五千多瓶的大别野 愤怒的女警更加生气了 于是二话不说就闯了进去 校爸见状慌张地收起包包 女警也没客气 直接将校爸给靠了起来 接着直接打开了她的包包 在里面找到了一包围禁品 然而刚回到警局 校爸的父母就找了过来 身为律师的他们开始控告女警随意抓人 要求女警立马放了她的女儿 否则会告得她连警察都做不成 女警说校爸之所以能变成这样 全是父母的责任 就是自己脱掉了这身警服 也不可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你认为女警这样做对吗 紧接着又一件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40岁的男人第一次开车 结果下一秒 就直接闯进了一家医院 就在刚刚 男人刚从四儿子店买了一辆九手敞篷车 于是立马和朋友炫耀无人驾驶的乐趣 他不仅松开了方向盘 甚至都不用双脚控制油门 还能去干其他的事情 就在他在跳舞嘚死的时候 强烈的刺痛从手臂传来 紧接着胸腔开始疼痛起来 男人赶紧将导航切换到了医院 结果很快 汽车就直接冲进了急诊大厅 不得不说国外的导航确实牛叉 救援队赶到现场之后 立马将男人给抬了出来 幸运的是 男人并没有生命危险 就在救援队清理现场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医生被挤在了导医台 无语的医生有些无语 自己都躲到医院里了还能被撞 还好只是断了十几根肋骨 救援队赶紧把汽车给推开 接着迅速将医生抬上了担架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大排医生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救援队这才意识到 这里就是医院呀 于是直接就把担架交给了医生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的救援 故事到此结束 不要填的小心心记得点像 我们下期再见